好 天气冷嗖嗖 这个时候大家就想多吃一点暖暖味 接下来是今天的实地勘茶 那么吃火锅呢 其实我们看到在南部很流行的是沙茶火锅 这些店家他们自己独门制造的沙茶酱 让老涛们都很难忘哦 而且还会有一些当天现在的温体牛肉 清算几秒 粉红色的牛肉呢 就会变得很鲜嫩清甜 更是南部才有的 冬天就是要吃火锅 特别有感觉 大口喝汤大肠美食 身体暖乎乎 尤其是这一味沙茶炉 为在台南的这家航来的老店 一到用餐时刻老涛涌入 就能老外也温乡而来 四十几年的老店老板坚持用大股熬汤 至少一个多小时 让客人一再上门光顾的 就是这绝对新鲜的温体牛肉和猪肉片 稍微放到汤里面汆烫个几秒 再沾上老板自制的沙茶 一入口肉质又够鲜甜 都温体的猪肉跟牛肉 然后都现切的 大股汤熬汤 汤头鲜甜 温体蒜牛肉味美 还有丸子也是手工制作 难怪不用打广告 大家吃好到小宝 而一样也是沙茶炉老店 还有这里 从原本的四张的桌子 到现在还开了分店 许多人是冲着老板自制的沙茶酱 他们的沙茶酱也很特别 他们这个牛肉就像他们的沙茶酱 就是光是沙茶酱就可以都吃一碗白饭了 我们都用肉末去炸 炸到它完全没有肉末 老板自制的沙茶酱特别香 蔬菜各式火锅料 牛猪羊肉片只要沾上它 民众说就算光淋在白饭上吃 也很够味 而一样靠着沙茶酱料的 还有喂在高雄的这一家 T11年的老店 以扁鱼为基底 然后再加一些花生粉 然后还有南洋风味的咖喱 然后椰子粉等等 素食种特调的秘方 这里的沙茶酱 老板用扁鱼小虾皮 南洋咖喱椰子粉 以及独特的中药材制作而成 民众来吃也都是为了这一味 沙茶酱的特别 还可以用来炒牛肉或者烩饭 沙茶炉在冬天火锅中 串出头 每家各有特色 有人打出温体牛肉和猪肉 产地直送 绝对新鲜 赢得消费者的芳心 有业者以自知沙茶 不咸不甜 赢得老套的味 还有业者用多达 适试多种的酱料 让客人一再上门 人气沙茶炉 在冬天的火锅中 赢得了好口碑 记者来关照 翁崇文记健亨 高雄台南综合报导